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三学生用喊楼和私书这种方式宣泄压力给自己加油的做法 那么如何看待这份通知 而且高三学生的这种喊楼和私书的这种方式又该如何看待 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 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随时参加节目的讨论 您将有可能获得门窗木墙五金专家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教育部门下发的这份通知 据媒体报道 厦门市教育局最近向各区教育局各直属高中 下发了关于做好高三年学生心理疏导工作的通知 通知中提到高考临近 个别高中组织学生以私书 喉楼等形式宣泄考间压力 并上传视频 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因此要求各校弘扬正确的心理疏导方法 营造良好的备考环境 防止类似问题发生 据了解这是厦门市教育局第一次针对高中毕业班 私书喉楼的事情专门发出了禁令 而就在通知发出的前几天 厦门市海舱实验中学的高三学生 在教学楼前将废旧的试卷和书页洒下 并大喊高考加油 应该说说到高三学生这种喊楼和私书的这样一个活动 过去很多年都已经存在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这一次我们厦门市的教育主管部门 是第一次下发了文件 而且是喊停说不要用这种方式宣泄压力 给自己加油鼓劲了 那么我们先问一下欧阳老师吧 您是这个做中学教育的 您觉得该不该喊停 我觉得这个厦门市教育局出台的这个措施 是必要的 是合理的 我教书的时间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那个监考的时候 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参与监考的工作 算起来今年整整四十年 我觉得这个高考是一个紧张和严肃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高考本身是一个对应识知识的一个简易 也是对学生这个心理能力的一个考验 我们这个学生需要这个心理的 某一些不好的情绪需要发现的 可以有其他的方式 在这个时间段用这种私说和喊容呢 是非常不合适的 所以呢这个教育局出台的这个措施 它实际上是综合考量的 其种因素之后了 做出了这么一个决定 我是赞成的 我认为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更多应该采取一个比较淡定和理性的一个心态 来看待高考 而且作为一个成熟社会的一个成员呢 在这个高面对这个高考呢 应该不需要用一种很极端的方式来表现出来 更多的应该想 我怎么是把这个情绪调整得更好一些 那么来应对这个高考的检验 用一种比较平稳的方式 平稳 所以说我是说 如果这种方式呢 不得到一种适当的一种制约的话 其实不关是从学校管理层面来 增大了很多负担 另外呢 也本身也对学生的形象 或者是学校教育应有呈现的一种气质 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这个是欧阳老师的看法 小徒你觉得呢 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我们厦门发生的首例吗 不是吧 已经有几年了 也不长 有没有目前收到什么伤害报告 有 那是曾经 但是最起码海昌实验中学 这一次是没有了 我们不去海昌实验中学的情况来说 那为什么厦门市教育局这一次 要下发这样的禁令呢 是因为现在的科技发达了 这个东西制作成了视频 并且已经上传 造成了所谓的不良影响 那所以说他才要来禁止这个行为 禁止这个私塾喉楼的行为 那作为我们以往 都是从高三这样子毕业过来 我不觉得说这个私塾喉楼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那相对于 这些很多毕业生 高三毕业生 对于自己的自残 甚至自杀 这种状况来讲 这私塾书 这么没有任何可以反对的理由 而且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是作为一个学生来讲 这是我跟我以前的 九年再加上三年 十二年的一个学习时光的一个告别 我为什么不可以做这样一次发泄的形式呢 仅仅是形式而已 撕完了书 我还是得继续参加高考 我还得学习 小张 你怎么看待这一次这个 发了一个文件说 不能够再这么搞了 从这个文件来说呢 我都觉得来说的话呢 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 我的感觉是领导和老师学校不淡定的表现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是领导学校不淡定的表现 他们这些人的做法呢 我倒觉得他们过多的太紧张了 去来封读这样一个状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高考来说的话 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社会家庭孩子 全都非常紧张的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往往来说呢 一般来说不能有任何意外的插曲 不能有任何的差错 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忽略到了 这个时候的高考的考生 他们其实是有很大的压力 或者说很多的焦虑和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的 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 家长很多人去求神拜佛去了 那他们就有一个渠道 孩子不一样 他每天还是要那样祈祷 他还要去维持这样一个节律 那么注意到他们私书孩子喊的口号 居然喊出来的口号还是高考加油 我们想象一下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是撕两本书了 我觉得真的是未尝不可 就是说他体现出的还是主旋律 满满的正能量 给自己再加油 这个欧阳老师 刚才他们两个观点当中 我需要说明一下 一个是教育局发表的这个文件 它是指出的 是做好高三年学生心理疏导工作的通知 它不是专门指这个 诗书跟这个喊楼的事情 也就是说 可以选择很多其他的方式 但是他至少是笑情了 说不能多再读书 对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发现这个情况上传视频 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对啊 这才是他阶子最主要的原因 这本身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不文明 一种很狂躁的一个现象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时候 作为局外的 我们看到一片乱象 有时候也确实很担心 所以说欧阳老师发现没有 就是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分歧是很大的 正好是社会上 好像也都是各有各的一些说法 而且说到这个私书和喊楼 稍微追溯一下 它实际上是从这个广东的高校那边 首先是兴起的 然后很快传播到全国其他地方的高校 一般都是在毕业的时候 各种所谓的作吧 闹吧 宣泄吧 后来现在慢慢又到了这个中学 出现了私书和喊楼 就是为了高考古进 我们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 根据媒体报道 所谓吼楼或喊楼 原本出自高校 又称作毕业教 也就是在毕业前夕 大学生相约到教学楼 或宿舍楼楼下 大声喊出心中的不舍和祝福 一开始毕业教活动 主要是在广东的高校中流行 后来传播到全国 成为各地高校流行的一种毕业活动 近几年这种喊楼方式 悄悄潜入中学 变身高考喊楼 厦门很多中学的学生 高考之前都会在教学楼走廊 或者是操场上大声喊叫 喊叫内容中 有加油的口号 也有纯粹的宣泄 近几年 撕书也仿佛演变成了一场毕业礼 虽然据说 这次厦门海舱实验中学的学生 撕的不是书 而是打草稿用的科测验址 但是依然被一些人认为 这背离了学校育人的宗旨 应当予以纠正 你从这个视频上看 当时这个现场 尽管说可能不是 这个海舱实验中学那个现场 但是感觉到那些孩子们 还都是很激情 很欢快 一点没有觉得说 好像是垂头上气 或者说是怎么有不好的情绪 在里头 而且感觉现场 虽然说很热烈 但是实际上是可以控制的 还是有序的 有秩序的 那现在有人最大的一个疑问 就是说认为他有辱斯文 和这个教书育人的这个宗旨 好像是不相符 似乎是不是想到了 一个不好的联想 就是过去秦始皇是 焚书坑儒 好家伙 你们现在是 斯书喊楼 这个好像是不是觉得 小徒你觉得这个是 有辱斯文和这个教书育人 有冲突吗 没有冲突 我撕个书就能代表 我不斯文吗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 大家很流行说 我骂脏话 我不带脏字 这是代表我斯文吗 肯定不是嘛 不在于说某一种形式的体现 撕不撕文 你的撕文是由内而外 散发出来一种素质的表现 那撕书撕完书之后 我还是学生 我还是要去高考 那我这样子 我背着每天背着书包 你能判断出 我到底 我有没有撕过书呢 我撕过书 你能说我不去 不是说是斯文人吗 这个其实这两者之间 没有必然的联系 那如果说这个有没有什么 违背让学校 背离了育人的宗旨 这个更谈不上 那我学校禁止你斯书 我就是育人了吗 对不对 我们可以反过来 去看这个问题 学校现在说 斯书违背了育人的宗旨 那我不让你斯书 我就没有违背 这个育人的宗旨吗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 这个欧阳老师 你觉得 我要反驳你们两个人的观点 分别先反驳你的观点 你刚才讲的这个 斯书的情况是从高校出现 这个高校跟中学是不一样的 高校的毕业的时候 学生这个斯书或者杂一些东西 因为他要完全成为 另外的一种社会角色 他要走向怎么样 高三学生不也一样 高三学生他要经历的怎么样 是一场高考 他面对的自己更多的 这个实际的 那个压力不是一样吗 两个是 面对社会的这个考试 和面对高考 那是不一样 你那个面对社会考试 是一种开放的心态 而面对的高考的话 使你要集中精力 调整好心态 去取得一个更好的考试成绩 这两个呢 是不能等同在一起的 我想这个张医生 这两个是可以办法的 但是压力都是要疏导 是疏导没有错 但是呢还有一点怎么样 一个是大学生他是成年人 这个高中生当中 其中有时候 还是在成年人的一个边界上 另外呢怎么样 在这个高中 这个即将要 要面对这个高考 这个紧张严肃的这个时间 用这样的方式来说 对一个大环境 也是一种骚扰 也是一种影响 再一个呢 我就是针对这个 小徒的这个话 我觉得这个书 在中国人传统的 这个意识里面呢 书是一种知识的一个摘体 这我记得我小时候呢 哪怕是把有字的字呢 这个损坏了 那个年长的人都会说 你这样做是不好的 会怎么怎么着 也就是说呢 他们这个字呢 对这个文化呢 对这个书呢 带于一种呢 很具体的这样一个论识 就是一种尊重 那么这个书呢 我们实际上也就是 作为学生来说 这个书或者作业 或者这些书 这是陪伴自己很多年 这是成长的一个东西 所以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记忆 但是欧阳老师 诗的方式 表面上是一种发现 实际上也是对 有这么一个 确实很好的一个传统 但是现在时代发生变化了 你说一个诗书的一个动作 就能够代表 对知识的不尊重吗 好像也不能够 说得这么严重吧 比方说啊 我们现在有很多出版物 比方说各种报纸 最后不都是全部回收 过去打纸浆了吗 那你这个诗书完了以后 一样是变成纸浆 你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这个尽管是时代 尽管是时代不同 但是那个书的一种概念 还是有它具体的 这样一种延续 不对不对 这个我不认同 因为以往的那些现装书 可以说是基本上是 带着很多一种传承的印记 在那个书本上的 但是现在我们的教材 你要是觉得没有 那些材料没有 传承的这种印记在里面 对一个是工业产品 第二它已经没有传承的意义 我现在教材 我没有办法 传承给我下一届的师妹 或者师弟来去使用 因为每一年教材都在改变 现在这个东西 说白了为了赚钱 每一年的教材 都会做些许的更改 教材我没有办法 让下一代的人去使用 或者说怎么样 它书从光光你这个教材来讲 它其实是不太具有这种 传承以往书的 这种定义的 跟以往的古时候的那种书 是完全不一样的形式 好的小徒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 这个场外有很多观众 发来了他们的看法 我们来看一看 一位朋友说心里咋想就咋做 他的意思就是该撕就撕背 他一位说可以换一种方式 减压或许更好 这个就是支持欧阳老师的 另外一位说高考前撕书好楼 该全部叫停 太不文明了 有损形象 这个就是坚决挺你的 他一位说想法是挺好的 但是关键得要落实 中国再好的法律 执行起来都有折扣 有点不太好 就感觉好像挺你的 这个观众似乎多了一些 大家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 可以随时参加节目的互动 您将有机会获得 门窗木墙五金专家 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另外有人提到就是减压 这个丝书和喊楼 主要是为了减压 有人觉得这种方式 确实也可以减压 但是应该有更好的方式去减压 这个小张应该有自己的感觉 对 因为提到了 刚才包括我们刚才欧阳老师 其实提到了很观点 我其实是比较赞同的 但其实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说到减压的话 很多人就很笼统地去考虑减压 那压力 那就是说你高考了 你就该有一个压力 那压力我给你找一个出口释放 这个往往是一个领导和一个长辈 对孩子所提出来的一些想法 但其实在压力的时候 很多孩子他的压力是不确定的 有的人的压力 可能是一种对高考未知的焦虑 有的人可能是对 比如说这么多年 我长期去闷在这里头 去学习一个状态的一种爆发 或者是一种内心的反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有一些人他做出一些相对 我们在长辈眼里 觉得是出格的事情 就比如说是私书 在我看来 这个在某一部分学生 那个状态下 其实是更好的一个减压方式 那我压抑了够久 然后压抑了很久 那反而体现了来说 我们学校对孩子的一种包容 从家长来说 对孩子的一种理解 那我想信说 有一部分人去 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压 我觉得是OK的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说你有压力 我让你去发泄 跑两圈就可以了 那个是我们太想当然了 有时候太简单 有人提到一个角度 就是观察这个现象 认为说现在的孩子 尤其是高三的孩子 包括大学生都处在青春期 青春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相对比较叛逆 而这个叛逆 可能是青春非常珍贵的东西 就是说如果说是 在一个校园当中 如果都是规规矩矩 然后都是非常温顺的话 这个校园 它的这个之臣们 是可想而知的 而这个校园当中 可能这个叛逆的 适当叛逆一点 可能是弥足珍贵的东西 就这时我们想到 有很多这个中学 或者是高校 在这个重大活动 或者是毕业之前 尤其是毕业之前 有很多可能是叛逆行为 比较集中爆发的一个时期 比方说裸奔 比方说那个有一些军校 甚至把那个军贸是 在这个典礼上是 用力地扔到天空当中去 包括这个所谓的 私书和吼楼 有人说是不是我们 可以更宽容一些 然后心态更放松一点 认为说这个就是同学们 自发慢慢形成的一种 他们独特的 庆祝自己 有一段学习时间即将结束 又一个新的一个生活 要开始的一个 比较独特的 带着一种叛逆味道的 那种东西呢 是不是我们可以 这么考虑一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TV Talk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TV Talk 大家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 可以随时参加节目互动 您将有机会获得 门窗木墙五金专家 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提到这次高三学生的 私书和吼楼 由于在网络时代 变成视频之后呢 立刻在全国 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很多媒体也都是配发了 各种各样的评论 那么有相关的专家就分析说 现在的高三的学生 尽管说从年纪上来看呢 已经成年了 但是呢心智呢 恐怕还没有完全成熟 于是呢 做出一些并不是 非常成熟的举动 也就显得并不奇怪 我们来了解一下 有专家表示 学生们毕业私书 是对当今社会 过度重视高考的反弹 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之下 学生们长期承受各种压力 到了高三年毕业 身体已经成人了 心里却还处在 婴幼儿状态比较脆弱 专家建议 学校应当从粗放型的学生管理 向精准型的学生管理转变 积极探索各种新方法 释放学生在备战 应考之前的心理压力 另外 私书吼楼 有可能会引发破窗效应 给今后的学生管理 带来更大难题 学校还是应当从正面引导 专家的看法 认为说 现在的高三学生 尽管说年纪好像慢慢长大了 但是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一个孩子 像个婴儿一般 另外如果是 任凭大家就是私书喊楼 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破窗效应 这个好像和欧阳老师的看法很接近 这个情况应该说 这个临考之前学生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情绪 是非常普遍的 因此我们厦门市在十年前 基本上这个学校都配备了心理老师 所以这个时候 心理老师出现的很快 就是说有效地解决了这样一个心理需求 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起了我们的前任校长胡立正先生 他非常敏虐地发现学生的这样一个情况 在十几年间 他就有意识地进行了一下输导 比如说他设置了怎么样 在学校里面设置了很多沙包 也让一些比较亢奋的一些学生 在课外去打打沙包 把这些情绪发泄出来 另外我们也组织了很多体育和文艺的活动 让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 既有竞技一样的一种激情的散发 又怎么样又通过一种运动的一种交流 达成了一种认识 增进了一种感情 还有更多的怎么样 我们鼓动一些老师呢 跟一些学生进行一下 这个面对面的一种交流 这个时候产生的效果非常明显 原来有一些这个什么 这个歇斯底里的 甚至的闷闷不乐的学生呢 一下子呢 通过了几次的这样交流过程当中 以后呢 学生的一个心态得到很大的这种释放 很多人变得怎么样 变得非常朝气 很阳光 如果较真的话 比方说从刚才那个视频上看 当时参加那个 思书和喊楼的很多孩子 那感觉也是非常嗨 脸上好欢乐 脸上都非常欢乐 这个思书 这个思书跟喊楼呢 它有区别于我们的一种个体活动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个体来思书 来喊一喊 发现一下 这应该说还是情无可原的 可是变成一种整体的一种力量 有时候情况会非常可怕 甚至有时候很容易失控 原因在哪里呢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部分学生 他实际上 他并不需要用这样一种方式 结果呢 有时候就不由自主地 被裹挟进来了 尤其是一些耗尽的一些学生 面对的这种场面 他本身也产生一种 很强大的一种心理压力 你知道吧 所以他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对他来说已经是伤害了 所以说就是反映出我们现在相关的一些管理方 从这个校长或者是到很多老师 个体差异要照顾他 感觉从骨子里还是对学生们不放心 觉得说如果你们自发地去搞什么活动的话 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事儿 他真的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些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现在这个场外互动的情况 一位朋友说 新时代新思想新产物就由他去吧 认为说孩子们想这么折腾就由他折腾吧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还一位说合理的引导不能够粗暴的叫停 另外一位说应该叫停 早就该叫停 释放压力有很多方式方法 输合错之有 这个问题好像直接问给你们两个的 输合错之有 为什么要私输 还一位再来看一个 说不是应该环保局来禁止吗 私输污染环境 吼楼噪音扰民 这个小徒你觉得 首先我不明白为什么就直接定义成为 这个叫破窗效应 破窗效应是什么 它是源自于犯罪学里面的一个专有名词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不良现象 我们不加管制的话 它会导致它的恶化 会变本加厉 那学生私述我不明白 触犯到了任何哪一条法律 法规还是这样 这法规是5月25号才出来了 所以你说是犹辱斯文 犹辱斯文这不是任何的犯罪行为 它不是犯罪 但很容易引发一些过激行为 那还有一点 作为这个专家来讲 我们现在自己有小孩都很清楚 现在的小孩已经早熟到什么份上了 我们现在经常面对的问题是 我如何处理现在这个小孩子早熟的问题 OK现在到高三了 我一私书又变成我心是不成熟的表现了 那我到底是成熟还是不成熟 是由你专家说了算 还是由我自己个体来说了算 可能刚才欧阳老师有说到 他的方法是有效 没错 那同样的你觉得私书不是适合于全体的学生来讲 那同样的我也认为不是所有的跑步 不是所有的文体会演 或者甚至说我跟老师沟通 对我来说是有效的 我认为私书或者私两条事件 对于我来讲就是最有效果的 减压的一种方式 所以作为个体我觉得还情有可原 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真的是后果 有时候很难掌握 我其实挺理解 欧阳老师说到整体这样一个概念的话 往往背后所透露出来的就是我们学校也好 还是说校长也好 其实在面临着这样一大群学生这个管理的一个难题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就联想到在我以前高考的时候 高考之前我们学校在高三那一年 就把整个体育课都叫停了 因为怎么样 因为有学生上体育的时候把腿给踢折了 所以说整个从那以后 每年的体育课全都叫停了 可能又是因为从那以后 毕书最后大家就开始私书和喊楼了 所以说同样的一个道理来说的话 那私书有可能会引发一些不良的影响 或者说说给我们的管理带来很大的麻烦 那还会影响到很多高考的最后的结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往往很容易我们就采取这样一个措施 那就直接叫停 这种情况下在我看来反而是不太妥的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现在的孩子你越是上面下来反对的禁止的 他其实越容易成为 如果我们说的严重点的话 这里面我们可不可以说 这里面有一点好像是懒症的影子呢 是 因为你等于是说学校怕出事 怕麻烦 所以一刀切直接全部喊停 这个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因为你老是怕出事嘛 你怕对家长负责 这个不是扣帽子吗 应该不是吧 我告诉你 争出麻烦的事是担当不起的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应该理解我们老师 我们学校为什么要谨慎 因为怎么样 如果出了事最终起来 跳起来跟学校校正的就是假的 就是这些主张应该怎么怎么办 他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还得到 所以总有些问题 是反正的 我销售的 词词 词词 词 说什么